英国海军发言人19号表示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海事期间 发现一个传动轴的封闭装置出现故障 因而漏水 计划在停靠普茨茅茨港后进行维修 这名发言人强调 这一故障不会妨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重新出海服役 也不会影响航母海事 一名国防部前高级官员也对英国媒体表示 航母漏水不算什么大问题 在海上行驶总会漏进一些水 但是真的不算大问题吗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故障的原因是传动轴的橡胶圈密封不严 导致海水流入舰内 每小时漏水量高达200升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眼下情况非常严重 正在用水泵排水 英国广播公司也评论称 新航母漏水是一起令英国海军非常难堪的事件 据了解 这已经不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传动轴第一次出现问题了 有报道称 此前在海事期间 航母的传动轴就曾出现过碎片 还因此暂停海事 造价31亿英镑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排水量6.5万吨 全长280米 最高航速25节 但由于预算不足 航母没有采用核动力系统 而使用了柴油动力系统 此外 同样因为预算原因 航母搭载的飞机型号几度变更 最终确认为F35B战斗机 不过航母所需的舰载机目前无法全部到货 至少两年内都将以直升机代替服役 至少两年内都将其入行动力系统